430 一次见430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疯狂吧 每天都在打 他也没玩别的 就一直在电 一直在打 我觉得430 它首先对自己从来不会降低要求 它不会乱看网页什么的 我觉得埃及最强的地方 在于我们能适应所有的战术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英雄 我们都会去用 都会去尝试所有的套路 我们都可以去复制它 然后去学习它 我觉得430 这五年一直在埃及打 是我挺佩服的吧 因为很多职业选手都是这么多年 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经济状态 第一个感觉 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是个挺大胆的人 比较刚 然后当然这和他技术高也有关 艺高人胆大 但是他觉得是一个不怂的人 在游戏 感受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吧 感觉TI1 TI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一下突然就到天5了 感觉时间过得 还没有反应过来 时间已经过去了 艺基和他之间已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了 我们人员一直在变动 但是430从来没有离开过艺基 艺基也确实很需要 艺基在我心中可能就代表了多少吧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队伍当中 一起最难忘的经历当然是TI2主观 我相信所有的人做的队伍 如果TI能夺完 这都是他们最深刻的经历 兄弟啊 这个TI是打一届少一届 希望我们今年能够打漂亮一点 然后继续一起争将夺战吧 这样 结架 准着 网站 作词 乌 然后 2008 你们 装